好不容易从活害中逃了出来 但下一秒 面罩都还来不及摘下 情绪直接溃提苦倒在地 因为最亲爱的家人没能逃出 12号凌晨12点多 花莲及安南安三街 一栋两层楼的透天民宅 传出浓浓黑烟及火蛇 就是有闻到烟啊 然后活地都在叫啊 不知道啊 我有帮忙出来 我出来才能够死人啊 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风势较大 让火势左右蔓延快速 连同起火住户总共影响八户 因为他们在铁屋以前是我坐的 那上面有一个门 他们可以从楼上跑出来 因为那边火大 他们就跑在这边躲 他刚好有看到 我就跟阿伯讲说 跑一上去开门 然后他们下来 十多人顺利逃生 有三人受困获救 但第一时间报案的18岁 江姓南高中生 无幸罹难 起火呼吁隔壁栋是同一家人 妈妈出国不在家 阿公阿嬷从一楼后门逃出 爸爸姐姐则是在屋顶获救 而弟弟在二楼报案通话几分钟后 就断线 来不及逃生 最后被发现在屋内 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所不了解起火点是在一楼车库 只是原因还要深入调查 而逃出来的家人情绪崩溃 阿嬷不断大喊 孙子还在里面 令人相当不舍 一场无情大火 带走宝贵性命 成为家属 心中永远的痛 铁月新闻高中的蓝婷 欢迎来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